不斷的餘震令重災區廬山縣和保卿縣的主要幹道 包括接通兩個縣的210省道 還不時有山泥塌下 官兵要不斷清理沙泥 道路基本復通 救援物資陸續混底保卿縣 全縣5萬居民 之前斷水斷電 急需糧食和食水 各半房屋倒塌 災民要淒親臨時張縫 大米麵粉石油這些都很確定 但由遠城通往寧關鎮的唯一道路 未完全恢復通車 武警要用炸藥清理大塊的石頭 圍處鎮央的盧山縣 搜救隊進入偏遠山區 在雅力中搜索被困的人 當局已經加強災區防疫工作 防止爆發傳染病 氣象部門預計 盧山縣和保卿縣等災區 未來幾天有雨 加上災區地形糾纏 容易引發山泥傾瀉 阻礙救援工作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李漢文報導